说起这汉朝的昏旬 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脱口而出 环陵二帝 环陵二帝这段组合的出现 那首先就得感谢罗冠忠和诸葛亮 罗冠忠在三国演义一开篇 就这样总结了两汉四百年的历史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 一统天下 后来光武中兴 传之县帝所以分为三国 推其治乱之游 待始于环陵二帝 而诸葛亮在出示表里 亲贤臣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青腿也 先帝在时梅玉晨论此事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环陵也 这更是俨然成为了 对东汉环陵二帝 改观定论式的评价 可是在这其中 似乎哪有点不太对 那就是汉环帝的嗜好 环这个嗜好 其实是一个表达褒义的美式 或者叫上式 按照义州书中的解释 辟土福远约环 克敬秦民约环 武定四方约环 壮仪有力约环等等 总之都是好话 当年名列春秋五霸之首的 齐环公 十号就是环嘛 所以说没有亲儿子接班 传位给唐侄子 然后还能获得一个美式的汉环帝 真的就只是一位纯昏君吗 这个还得请您如我从头说起 汉环帝名叫刘智 他是东汉第三位皇帝 汉章帝的第六子 和奸孝王刘开的孙子 刘智他把刘义 据说是一位美男子 所以在有一次入朝觐见的时候 就被当时的奢政太后 和西皇后邓氏给看上了 所以邓太后特意加恩刘义 让他过继给他的唐叔 平原怀王刘胜 承袭王爵 后来等到邓太后去世 汉安帝亲政 邓家倒台 刘义也就跟着受了驰鱼之殃 被削去了王爵 轰回了和奸老家 后来是刘义的父王刘开 心中不忍 赏述朝廷 表示愿意把自己封国下辖的一个县 分给刘义 这样刘义才获得了一个离屋县后的爵位 封地在离屋 也就是今天河北的博野县 经历这么一番打击之后 刘义在离屋是闭门谢客 郁郁寡欢 每两年就中道崩足了 所以刘志小小年纪 就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 一般来说 作为皇上众多的远房亲近中的一位 刘志这个侯爵也就到头了 不过老天爷对于刘志的人生 那显然是另有安排 公元146年 汉质帝本出元年 刚满14岁的离屋侯刘志 奉赵入京 因为临朝称志的梁太后 打算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她们 按照传说时流传自东汉的笔记小说 《杂事密新》里面的记载 梁太后的这个妹妹 可以说得像是一位绝色美人 长得是木波成仙 眉府连卷 诸口好齿 修耳玄鼻 身材是雪族容肤 肤族是肉 肉族冒骨 长短喝度 就在刘志见过了太后 定下的这门亲事 留在京师洛阳 等着成亲的这段时间里 东汉朝廷上 发生了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 梁太后的哥哥 也就是刘志的准大舅哥 大将军梁继 把皇上给弄死了 这梁家兄妹也是世家薰贵出身 他们的高祖父梁统 原本是耕史政权的九权太守 后来耕史政权覆灭 梁统就和当时其他的西北地方实力派一起 攻推新莽王朝的渡水将军斗荣为盟主 称河西大将军 割据西北 等到了窦戎归顺光武帝的时候 梁统当然也是一起跟随 被光武皇帝封为林乡侯 因为私院坑了福波将军马园的那位驸马爷 林乡侯梁统 就是梁统的长子 后来到了汉张帝的时候 梁统赐死梁统的两个女儿被选入宫中 成为了张帝的贵人 其中一位还给张帝生下了一位皇子 就是后来的汉和帝 而当时汉张帝的皇后窦氏 虽然受宠 却一直没能诞与皇子 所以她就盯上了梁贵人的这个儿子 在窦皇后那位权倾义时的 大哥窦县的配合下 梁统被诬告谋反 死在了狱中 梁家姐妹在宫里听说之后 也都是很快抑郁而终 然后窦皇后就把不到四岁的汉和帝 收为养子扶上皇位 一直等到后来窦县倒台 自杀之后 两位梁贵人的打劫 这才敢给汉和帝上书名冤 直到这时候 汉和帝才真正弄清楚自己的身世真相 于是他下旨 追侍自己的生母为公怀皇后 外祖父梁颂为包亲闽侯 梁颂的孙子梁商 也就是汉和帝的表哥 被征召入朝 以外戚败为郎中 封城市侯 这位梁商就是梁记梁太后兄妹的父亲 也就是刘志的岳父老太山 汉和帝驾崩之后没有留下子嗣 所以就有侄子几位 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的独生儿子就是梁太后的丈夫 刘志的莲金 汉顺帝 汉顺帝性格温和到懦弱 所以坐视外戚实力趁机壮大 梁商梁记父子两代都以大将军的身份辅证 执掌朝廷大权 汉顺帝死后传位给独生儿子汉冲帝 这位汉冲帝在东汉幼儿园的小朋友里面 算是一位标志性的任务了 他一岁登基两岁驾崩 在位一共148天 冲帝腰拙之后 梁记和梁太后兄妹做主 由汉顺帝的一个七岁的远房堂职继位 这就是汉智帝 汉智帝虽然只有七岁 但是聪明伶俐 个性刚强 所以他对梁记的专权十分不满 以至于有一次在朝会上 汉智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指着梁记说 此跋扈将军也 这就是梁记跋扈将军这个绰号的由来 被汉智帝当面斥责之后 梁记恼羞成怒 派人给汉智帝送去了一盘毒饼 就把汉智帝给堵死了 梁记堵死了汉智帝 虽然出了一口恶气 可是却有了新的麻烦 谁来当新皇上呢 其实早在汉冲帝要求之后 汉智帝登基之前 太尉李固就曾经建议 由汉冲帝的同族兄长 也就是汉智帝的堂哥清河王留算几位 理由是当今立地 一则年长 高明 有德 任亲正事者 很显然 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梁记是断然不会接受留算的 可是如今汉智帝死后 李固再一次推举清河王 而且这次他还一块拉上了司徒湖广 司公赵介 还有大司农渡桥 三宫九卿一块进宪 要求立清河王为帝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刘智的贵人出现了 中常是曹腾 曹腾最初是梁太后的丈夫 汉顺帝当太子的时候 伺候在身边的一个小皇门 当时就很多汉顺帝的宠心 算得上是顺帝的东宫亲心旧城了 所以后来也就一直被梁太后信任 曹腾知道李固再次推举清河王 这不和打将军梁继的心意 再加上他本来就跟清河王有点矛盾 所以他就去拜见梁继 曹腾就对梁继说 清河王年长 为人严明 如果由他继位 将军宁可就要倒霉了 梁继就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不让清河王继位 应该拥戴谁呢 然后曹腾就说 孝章皇帝曾孙黎武侯 如今正在静世 又是将军殷亲 只有雍立黎武侯 将军一家才能长保富贵 梁继听完之后 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决定 再给皇上当一回打九哥 就这样 黎武侯刘志 就在梁继等人的拥戴下 登基继位 这就是汉桓帝 桓帝继位之后 知道曹腾的举荐之功 也是投桃报礼 加封曹腾为废廷侯 晋升为大长丘 也就是皇后宫中的总管 是后宫中炙手可热的职位 曹腾被封为侯爵 那就需要将来有人继承他这个爵位 可曹腾作为太监 这事儿确实没法亲力亲为 他唯一能干的 就只有亲自收个养子 他这位养子后来生了个儿子 就是魏武帝曹操曹孟德 汉桓帝登基之后 深知自己这位打九哥 那可不是善茬 两汉四百年 全臣费力皇帝的事儿 其实并不少见 但是像梁继这样 直接就把皇上给弄死的 在他之前 只有西汉拥戴汉文帝的那帮开国工程 而且当时陈平周伯夏侯英他们 也是谎称西汉后少帝刘洪 不是刘家子孙 这才敢下的手 至于在他之后 也只有董卓那么一位 即便是王莽篡汉自己当上了皇帝 那也只不过是把儒子英软禁起来 好吃好喝好伺候着 所以说就凭毒死汉制帝这一件事儿 就足以证明良气的狂妄和狠毒 所以汉环帝登基之后 丝毫不敢忤逆良气 反而是慷慨大方的下旨 仍然恭请梁太后临朝听证 同时还增加了梁记的封地 而且把梁记的弟弟儿子全都封为了侯军 然后汉环帝就这样 乖乖的在梁氏兄妹的阴影下 隐忍了四年 四年之后梁太后病故 梁太后去世之前 自觉时日无多下诏还证给汉环帝 这就给了汉环帝收回大权的大义名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汉环帝一不小心冒进了一下 梁太后病故后的第二年 汉环帝原家元年 公元151年 在这一年农历正月初一大朝的时候 大将军梁记一如既往 大大咧咧的带着配剑就想进大殿 结果负责主持典礼的尚书张灵拦住了梁记 大声呵斥他配剑上殿 这是谋拟大罪 而且历生命令站岗的虎奔卫士和雨林卫士 上前夺下梁记的配剑 然后张灵转身进殿 向汉环帝弹劾梁记 汉环帝当场表示 大将军梁起失礼 伐奉一年 汉环帝原本以为以梁记这十几年 道行逆施揽杀无辜 肯定早就是天怒人怨了 如今自己下旨责罚梁记 那肯定应该是强倒众人推啊 结果万没想到 此事过后 一封弹劾梁记的奏折都没有 汉环帝立刻就明白了 坏了 自己草率了 形势没估计对 堂堂大汉天子 当然能屈能神 所以汉环帝当即立断 立刻微服出宫 亲自缺了梁记的儿子 河南以梁印的抚扬 于公 环帝是梁印的陛下 于司 环帝是梁印的姑父 所以不管怎么算 汉环帝这都是 哲节下交 屈尊下从了 俩人一番密谈 算是接过了梁子 汉环帝和梁记 算是就此翻篇 一切照旧 为了安抚梁记 汉环帝还特意下赵 允许梁记 入朝不屈 剑旅商店 赞败不明 礼仪比修和 昔以定陶 阳城与户 增锋为四县 比邓宇 上次金钱 奴婢 彩帛 车马 衣服 甲地 比霍光 已输远勋 简单来说 就是授予了梁记 理智上的特权 增加了他的封地 还给了他很多丰厚的赏赐 这一系列的待遇 参照的对象 是西汉开国第一功臣 萧和 东汉开国第一功臣 邓宇 还有就是另一位 拥立过两位皇帝的 大将军火光 照理说 这份待遇 已经是顶了天了 再高 那可真就是亡莽了 可是史书上 对于梁记得到这份封赏之后的记载 却是 游以礼薄 亦不悦 经过这么一番波折 汉还帝 也是认认真真的 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 光指着朝权们的正义感 这也太不靠谱了 眼下梁记掌握着外朝 而梁记的妹妹梁皇后控制着内庭 无论哪边 桓帝都没有办法摆脱梁家人 自己也说了算 所以汉桓帝只好再认认吧 就这样 又过了八年 到了汉桓帝延期二年 公元159年 梁皇后去世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汉桓帝和梁记的最终决战 即将打响 这正是 今午期已故 与比不亲 跋扈之将军 岂能不出 不过率先吹响战斗号角的 却是梁记 这也是怎么回事呢 梁太后和梁皇后相继去世 梁记也知道 自己在后宫 没了代理人了 这时候 他就想到了一个人 汉桓帝的宠妃 邓贵人 这位邓贵人 也是薰贵子弟 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高密元侯邓宇的后代 不过更重要的是 邓贵人的继父是梁记妻子的舅舅 而且当初正是梁记推去邓贵人进宫的 所以这时候梁记也是有点异想天开 他就想收邓贵人当干女儿 恰好梁记老婆的舅舅 也就是邓贵人的继父 也是姓梁 所以当时邓贵人其实用的是梁姓 一笔写不出两个梁字嘛 但是梁记想的挺美 可邓贵人他妈 还有他姐夫都不愿意 于是梁记决定派出刺客 把这两位移到组腾 但是没想到 邓贵人的姐夫被杀了 可刺客去刺杀邓贵人他妈的时候 被人发现了 然后邓贵人他妈是赶紧冲出家门 爬上马车 一路飞奔就冲进了皇宫 当面向汉桓帝求救 汉桓帝听了之后 当然是勃然大怒 不过这时候的汉桓帝 已经比八年前更加沉稳老练了 于是汉桓帝站起身 对身边的小黄门唐衡说 朕要如厕 你进来伺候 等进了厕所之后 汉桓帝就问唐衡 朕的亲近侍从之中 有谁跟梁家关系不好 唐衡就回答说 中常师善超 徐皇 皇门令巨爱 小皇门左贯 于是汉桓帝就让唐衡 把这几人赶紧召来 然后汉桓帝就在厕所里 对着这五位太监说 大将军在朝廷专权 挟迫朕和群权 朕现在决定诛杀他 你们帮着朕一块谋划谋划 然后汉桓帝亲口咬破了扇抄的胳膊 主奴六人 煞血为盟 再说梁济那边 得知刺杀邓贵人母亲失手 也是自知不妙 不过汉桓帝这13年的隐忍 实在是太成功了 梁济一时之间 还觉得事情应该还有转环的余地 所以他只是派了个亲信皇门 让他进宫去探探风声 这人刚一进宫就立刻被捕 然后汉桓帝下诏 召集上书进城 宣布梁济擅自遣人入宫 图谋不轨 然后他就命令皇门令巨爱 和私立校尉张彪一起 率领一千进军 包围大将军府邸 光禄勋元须 迟劫去收缴大将军印信 改封梁济为笔井都相侯 这笔井都相侯的封地 在日南郡 是当时汉朝最南边的一个郡 这地方现在已经属于越南了 眼见执掌朝廷机要的上书令 负责监察京师的私立校尉 还有统帅进军的光禄勋 都是皇上的人了 梁济辞职翻盘无望 在交出了大将军印信之后 就跟老婆一块自杀了 然后梁济和他老婆的族人 全部被捕 无论男女老幼 一律处斩 朝廷中受到牵连被杀的官员 光是两千弹以上的高官 就有数十人 朝廷中因为阿辅梁济 而被免去官职贬为庶民的 多达三百多人 东汉朝廷位置一空 梁济的妹妹梁皇后 也被耻夺了皇后尊号 她的墓地仪灵 也被贬称为贵人中 而那五位跟着汉桓帝 在厕所里谋划诛杀梁济的太监 全都被封为十亿万户的县猴 并称为武侯 梁济倒台之后 汉桓帝又继续执政了八年 一直到公元189年初 36岁的汉桓帝驾崩 没有留下子嗣 然后汉桓帝的唐侄子 亵渎亭侯继位 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最后一位 掌握十权的皇帝 亲自驾驢车而来的 卖官渔爵制度的奠基人 动物链亲密行为的忠实观众 久后罗勇的实践者 cosplay的祖师爷 汉末军阀的初代天使投资人 西元八孝位永远的主公 太监爹骂最忠诚的儿子 汉陵帝刘洪 这位大爷在东汉皇位上的21年 那才真是最纯粹的荒淫无度 胡作非为呢 等到了汉陵帝死后 大汉王朝也就在农民起义 和军阀割据的战火硝烟之中 土崩瓦解了 说到汉桓帝最后真正亲政的这八年 在此期间 汉桓帝两亿皇后 有效地遏制住了外戚势力的膨胀 同时他扁触武侯 也没有让宦官一手遮天 只是在此之后 汉桓帝并没能亲自用皇权 来填补外戚和宦官留下的权力真空 毕竟他老人家这时候还得忙着应付后宫里那五六千个美儿呢 但是权力的版独之中是不可能存在真空的 然而当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们把他们的手伸过来的时候 汉桓帝又以过于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了他的反击 于是就有了备受后人指责的党固之祸 其实国家大事皆自我出 是很多帝王心中都有的一颗野心 只不过有的人成功了 有的人失败了 汉桓帝驾崩52年之后 他的一个唐侄孙摘下了自己头上的皇冠 递了出去 而伸手来接的人 正是为了汉桓帝的登基立下了定策之功的费庭侯曹腾的赠孙 从此之后 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了华夏九州的大汉王朝 但是汉朝的国号 却成为了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称号 成为了这个文明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